曹操藏匿庆同于府中 董承指道逃往他方去了 也不追寻 次日曹操炸患头风 召集平用药 平自私曰 此贼何修 暗藏毒药入府 曹卧于床上 领平下药 平曰 此病可依服己欲 教取药罐 当面兼之 药已半干 平已按下毒药 亲自送上 操之有毒 故意持言不服 平曰 成热服之 少汉及欲 操起曰 辱记毒如书 必知礼意 君有及饮药 臣先尝之 父有及饮药 此先尝之 辱为我心腹之人 何不先尝而厚尽 平曰 药已治病 何用人尝 平之事已谢 纵不向前 扯诸操而贯之 操推药泼地 专阶奔列 操未及言 左右已将及平之下 操曰 无其有及 特事如尔 如果有害我之心 遂患二十个精状 玉族 直平至后缘拷问 操作于亭上 将及平服 倒于地 及平面不改容 略无拒却 操笑约 量辱是个依人 安敢下毒害我 必有人唆使你来 你说出那人 我便饶你 平赤之约 如乃欺君网上之贼 天下皆欲杀辱 岂毒我呼 操再三魔问 平怒约 我自欲杀辱 安有人使我来 今事不成 唯死而已 操怒 叫玉族痛打 打到两个时辰 提开肉裂 血流满街 操恐打死 无可对证 经玉族揪去尽触 权且将袭 传令次日设宴 请众大臣饮酒 为董承托并不来 王子福等皆孔操生仪 只得拒之 操于后堂设席 酒行述寻 曰 言中无可为乐 我有一人 可为众观行酒 叫二十个玉族 欲无千来 须于 只见一掌家丁 这吉平 托至阶下 操曰 众观不知 此人连结恶党 欲反被朝廷 谋害曹某 今日天拜 请听口词 操教先打一顿 昏厥余地 以水喷面 吉平苏醒 睁目切齿而骂曰 曹贼 不杀我 更待何时 曹曰 同某者先有六人 与辱共七人也 凭指示大骂 王子福等四人面面相去 如坐针毡 操教一面打 一面喷 平并无求饶之意 操见不招 且叫千去 众观喜散 操只留王子福等四人夜夜 四人魂不附体 只得留待 操曰 本不相留 争奈有事相问 如四人不知与懂成商议和事 子福曰 并未商议甚事 操曰 白卷中写着何事 子福等皆隐晦 操唤出庆同对证 子福曰 辱于何处见来 庆同曰 你回避了众人 六人再一出化字 如何赖得 子福曰 此贼与国旧事 妾通奸 被择屋主 不可听也 操曰 即凭下读 非懂成所使而谁 子福等皆言不知 操曰 今晚自首 尚有可述 若待事发 其实难容 子福等皆言并无此事 操赤左右将四人拿住监禁 次日 带领众人进 头董成家探并 成只得出营 操曰 缘何夜来不复宴 成曰 为己未权 不敢清出 操曰 此事忧国家病而 成恶然 操曰 国旧知吉平是乎 成曰 不知 操冷笑曰 国旧如何不知 患左右 迁来与国旧起病 成举措无地 虚于 而使狱族推吉平至阶下 吉平大骂 曹操逆贼 操旨未成曰 此人曾攀下王子福等四人 无以拿下庭位 尚有一人 未曾捉获 应问平曰 谁使辱来要我 可速招出 平曰 天使我来杀逆贼 操怒叫打 身上无容行之处 成在座官之 心如刀割 操又问平曰 你原有十指 今如何只有九指 平曰 脚以为是 是杀国贼 操叫取刀来 就接下劫去其九指 曰 一发劫了 教你为是 平曰 上有口可以吞贼 有蛇可以骂贼 操令歌其蛇 平曰 且勿动手 无经行不过 只得共招 可是无福 操曰 是之和爱 遂宁解其福 平起身望却拜曰 臣不能为国家除贼 乃天树也 拜毙 撞接而死 操令分歧之体号令 实践安五年征月也 史官有施约 汉朝无起色 依国有称平 历世除奸党 捐躯报圣明 即行词欲猎 惨死气如生 实指淋漓处 千秋仰一鸣 操见吉平已死 较左右迁过 秦庆同志面前 操曰 国舅任得此人否 成大怒曰 逃奴在此 即当诛之 操曰 他首告谋反 今来对证 谁敢诛之 承曰 丞相何故听逃奴一面之说 操曰 王子福等无以情下 皆招正明白 辱上比赖乎 即换左右拿下 命从人直入董城卧房内 搜出一代照 并异状 操探了 笑曰 蜀被安敢如此 遂命 将董城全家良见 尽皆监禁 修教走脱一个 操回府以赵状 势众谋事商议 要废献地 更立新军 正是 竖行单照成虚妄 亦指蒙书惹祸殃 未知献地性命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且听下文分解